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夜 这次的主题是雅克萨之战 16世纪时 俄国奉行对外扩张政策 积极侵略周边国家 西元1632年 俄国占领了西伯利亚东部的 热南河流域 并在那里新建城市 名为雅库刺客城 俄国贵族听说中国地大物博 便准备从西伯利亚 向中国东北建功 掠夺财富 西元1649年 俄国派哈巴罗夫进犯中国 哈巴罗夫带领士兵 进入黑龙江流域 试图建立殖民同志 中国人民进行了激烈的抵抗 于是哈巴罗夫让斯杰潘诺夫率领军队 隔年返回雅库刺客 请求上级资源 到了夏天 哈巴罗夫重新回到黑龙江地区 并带来三门火炮和一些枪制 他们凭着先进的武器 成功占领雅克萨 二国人接着进攻黑龙江下游 当地的赫泽人不敌俄军 于是赫泽人将黑龙江的情况 向清政府报告 请求朝廷派兵救援 西元1652年 清政府派出少量军队 增援黑龙江下游的百姓 二军被打得狼狠而逃 哈巴罗夫带领败兵 逃往黑龙江上游 斯杰潘诺夫战事 二国侵略军权军覆没 康熙继位后 二国又派兵入侵黑龙江流域 在雅克萨 一步处修建城堡 向东北人民征税 进行殖民统治 康熙平三返 收复台湾后 准备解决东北问题 于是他抽出时间 学习二国的地理和语言 并带着侍从去东北视察 从东北回京后 康熙召见副都统 郎潭 彭春 以补鲁为名到冰境考察 郎潭 彭春回京后 对康熙说 要解决雅克萨问题 只需三千人马 西元1685年 康熙派彭春攻打雅克萨 赶走侵略军 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爆发 三千清军来到雅克萨城下 又火炮攻城 首将托尔布京兼无法取胜 只得投降 彭春将二国将士释放 不许他们再侵略雅克萨 二将答应 带兵车退到尼布楚 彭春夏令毁掉雅克萨城 然后车退到艾魂 到了秋天 莫斯科的援军来到尼布楚 托尔布京又回到雅克萨 修建城墙 康熙德之后非常愤怒 夏令再次攻打二军 1686年 上部苏率领两千清军 包围雅克萨 第二次雅克萨之战爆发 托尔布京拘不投降 被炮火锁伤 由副将盖长军队 坚决抵抗 清军切断雅克萨的对外联系 雅克萨城被包围一年 八百多名士兵仅剩百余人左右 俄国沙皇听到消息后非常吃惊 于是派人与康熙讲和 希望解除雅克萨的包围 康熙让俄国军队策往尼布楚 西元1689年 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条约规定黑龙将流域 沐树里将流域 包括枯叶岛在内的土地 都是中国的领土 雅克萨归中国所有 俄国不得侵占 这个条约制止了俄国 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 使康熙得以解决 本国的民族问题 我是小叶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